欢迎你们 你们欢迎我们 我们欢迎你们 你们猜猜我们在哪儿 猜猜我们在哪儿 猜猜猜我们在哪里 谢谢家人 谢谢红姐 她已经不知道 我两个太开心 她在讲不是的 今天晚上 大宝带我出来玩 带我出来玩 这是一个娱乐的地方 黄总在旁边 在我旁边 你出个声 哈喽大家好 大家好 这个福建福建普通话好可爱 今天我们出来玩呢 在旁边呢 上晚上下班 然后今天大宝社带我出来玩 然后给你们看看我们在哪儿 等一下啊 我找一下 镜头反转 你看一下啊 镜头反转在这个地方哈 在这个地方 等一下要是家人们要看的话 你就给他们反过来好不好 看到我们在哪儿 看到我们在哪儿了吧 就我们在台球室 她晚上说没有跟我打过桌球嘛 然后就叫我出来切磋一下 对 在台球室 那不 那不你去玩会儿 好 嗯 你先聊好 好呀 我跟家人们聊一下 我跟家人们聊一下 我可以去玩会儿 我可以去玩会儿 嗯 聊天 嗯 你伤好呀 家人们 呵呵呵 这个 昨天 昨天大宝不是知道我们直播间都是真人吗 我也要跟家人们 这个事情我要跟家人们说一下啊 就是其实很多家人是知道怎么回事的 就是我 因为我之前确实是担心说 老板知道说我们直播间这么多人 他会比较紧张 所以说我说直播间很多机器人 也希望各位叔叔阿姨们理解啊 堂堂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呵呵 因为咱们家的很多铁本都知道 堂堂是在开玩笑是吧 然后 嗯 其实每一个家人你们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我没有说不尊重大家或者什么的意思啊 这个事情因为好多粉丝你是后来记录直播间 你不知道怎么回事 其实对于我来说每一个家人你们都特别重要 你现在还紧张吗 现在不紧张了 不紧张了 不紧张了 不紧张就好 他在打桌子后 晚上好一下人们 嗯 对啊 我逗他玩 我也不是逗他玩 确实他 就是没有接触网络的人 他不能一下就去理解说 直播间为什么这么多人 然后我也不想去 哎呀 就是做一个助理 然后人家觉得哎怎么回事啊 就是这么多人看你什么对不对 咱们毕竟 你会叫不紧张 嗯 可以的 嗯 对 所以希望家人们也理解 也理解唐唐 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啊 也没有不尊重 每一个叔叔阿姨的意思 因为你们每一个人对我来说都特别的重要 真的 嗯 最近我 嗯 最近我瘦了很多 嗯 就从过年开始 就瘦了很多 然后家人们好像说 唐唐也比原来开心了 对不对 觉得唐唐比原来开心的 咱们扣个1 嗯 嗯 他项链 对 这个是 这个是昨天大宝送的 嗯 就是在直播间送给我的那个 然后我就带着了 哈哈 嗯 昨天你们应该 看到了 对 我觉得 呃 大宝送的礼物呢 就是还是要带在身上 家人们 你们觉得吧 就是嗯 他这么用心给我挑了一个礼物 我觉得还是要 还是要带在身上 这样子 嗯 才好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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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他太可爱了 他不是说那个 啊 买黄金是 是让我好变现吗 那他送我的礼物 我怎么可能拿过去变现的 哈哈哈 我就觉得他很可爱 哈哈哈 他竟然送人家一条项链 就想着说以后没钱了 能换点钱 哈哈哈 嗯 我觉得太太逗了 哈哈哈 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跟我在一起啊 跟我在一起 我给你们看一下啊 我给你们看一下 他的 嗯 嗯 嗯 他在打桌球了 他在打桌球了 对 他就是觉得说 黄金保持嘛 嗯 没有 没有确定关系 然后收人家的礼物 这样 嗯 怎么讲呢 就是 嗯 叔叔啊 你们 我声音小点说哈 就是 嗯 对于我跟大宝的条件来说哈 然后我们送一条这样的项链 其实 不算什么 嗯 不知道家人们能不能理解 就是 不是说很贵重啊 不是说 也贵重 也不算特别贵重 这样子 然后 嗯 嗯 怎么讲呢 还有就是 唐唐呢 也 也会 反馈回去的 知道吗 我会 我会找机会去 把这个东西给 反回去的 嗯 家人们放心就好 对 放心就好 嗯 因为其实这个对于我来说 就是 更多的在于它的一个意义 对不对 家人们 就不是说 多少钱的一个问题 对 嗯 我会 会呀 肯定会呀 我肯定会给他买东西的 你知道吗 不是男朋友 就是接触吧 接触中 嗯 嗯 肯定吧 就是这个到了还好 嗯 没有什么 他 他那个 还跟我讲说 他说 那个 呃 昨天他不好意思说 他说以后 以后有什么节日啊 什么之类的 他说 如果要送这种 什么首饰啊 什么 他都尽量去买 那个黄金 因为他觉得黄金的话 可以保值 嗯 以后 攒多一点 就是遇到点什么事情的时候 然后还可以硬得及 什么的 就是他 他 他想的还是蛮细的那种 嗯 嗯 做男朋友 不知道啊 以后再说吧 反正现在 还觉得 他还挺好的 对 就很实在嘛 对吧 嗯 我也不想 唉 如果是一个很好的男生 我肯定也不想错过 买衣服 可以啊 给他送一套 西装 谢谢天牌姐姐 亲爱的 送西装怎么样 但是我以前 送过别人西装 嗯 嗯 西装 你们觉得送西装 对 因为他 他确实不怎么会买衣服的那种 嗯 不太会打扮的自己 晚上好天牌姐姐 送西装 送西装 买衣服什么的吧 他平常不怎么会买衣服 过两天我就买点衣服给他 不行手表这个东西不好送 嗯 嗯 家人们 手手表这个东西 不太好送 便宜了 不合适 太贵了 他 太贵了不就露笑了吗 而且他感受我 嗯 买两套衣服 嗯 不行 在他这儿我是穷人 怎么 怎么能送 怎么能送手表 送车 不行 嗯 行 送休闲装吧 送衣服吧 嗯 妈妈 妈妈没有 没有说什么 嗯 我妈妈没有说什么 她 她跟家人们一样 就是看看我的 视频 妈妈平常应该没有时间看我直播 但是她会看 看视频吧 嗯 嗯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今天拍视频 你们没有看到吗 我想跟她说 她又不给 不让我说 嗯 嗯 大宝 大宝 来 跟家人们聊聊天呗 好啊 嗯 嗯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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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 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嗯 嗯 我 我今天 我今天 是不是 你跟家人们说 我今天是不是有话要跟你说 咳咳 下午的时候 嗯 然后 嗯 然后 然后什么 嗯 嗯 嗯 要我说吗 嗯 说 说以前的事吗 还是 嗯 那以前的事就不用说了 因为 因为我觉得 呃就是 啊过气的事情就什么家庭什么的 就这些是不用说的 不在乎这些 嗯 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开开心心的就挺好的 嗯 嗯 就是 嗯 怎么讲呢 嗯 嗯 有的家人嘛 就觉得说 嗯 嗯 要我 嗯 多跟你讲一讲 关于我的一些事情 嗯 然后 嗯 嗯 我觉得还是 嗯 事情 我觉得 嗯 就是 也不会去看中以前 一些 那些什么事情 我觉得 我们还是 就是 说现在 也好 然后 就说 未来怎么样子 这些我觉得 比较有意义 以前的就没什么意义 对 以前就不用讲了 我也不想听 嗯 你也不想听 对 嗯 嗯 哎呦 太逗了 他真的太逗了 就是 昨天 昨天 那个 我跟他说 直播间的这个 家人们都是真的 然后 他好像听完这件事情之后 他就 什么都不想知道了 是不是 因为 昨天之前 昨天之前 他不是这样讲的 昨天之前 他人说什么 哎 你有什么事情啊 你要跟我讲 然后今天就 我不听 我不听 你是被吓到了吗 嗯 就 也不是 反正就是 太逗了 我觉得以前的是 就不用讲 但是 有 有个问题 就是我想知道 就是 那个什么 阿伟的爸爸就是说 就 你跟阿伟是 怎么回事 然后 阿伟爸爸为什么 我觉得 他也挺喜欢你的 然后 对我 可能有一点 就是 可能 就是 觉得 可能我 有一点 误解还是怎么回事 我就 不了解 不了解这方面 阿伟爸爸 对你有什么误解 嗯 因为我感觉 就上次 看过他嘛 然后我就感觉了 出来嘛 嗯 嗯 阿伟爸爸对你 没有 没有什么 误解吧 对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 可能不大喜欢我 还是怎么回事 他干嘛不喜欢你 就是 没有 就是 阿伟的爸爸 我跟你说了 也算是我的干 干爹 嗯 他比较关心我 嗯 然后我们两个认识时间 比较短 然后有时候经常在一起 那作为 长辈的话 可能会有一点 呃 担心啊 或什么的 应该其他一点 没什么 嗯 那 那 嗯 那 他 阿伟就是跟你是 怎么回事啊 所以 因为 因为我总的 阿伟的爸爸就是 就是 很喜欢你 然后又 我觉得 不喜欢我 我觉得还是 里面是 是不是有什么 没有 没有 我跟 我跟阿伟没有在一起过 然后 那个 单纯的是 阿伟爸爸 就觉得我蛮好的 是不是家人们 你们 你们那个 跟那个 大宝说 如果 我没有跟阿伟在一起过的 扣一 跟阿伟在一起过的扣二 你看看 你看一下 那我如果 没有跟阿伟在一起 他没扣一 然后 在一起的扣二 你看看 看到没 我跟阿伟 确实没有在一起 对 嗯 那 是不是 这个 阿伟他爸爸 就说 想你 跟他 在一起 然后 就 所以 对我有一些 就说 就想你们两个在一起 所以 就不靠 不看好 就是说 我 怎么样 嗯 我觉得应该还是有 这方面的一个 一个 就是 原因在里面 我觉得 嗯 不知道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 家人们 就是可能叔叔有他的一个 考虑吧 这个我不太清楚 是什么原因 但是我觉得 阿伟爸爸他只是 不是很了解你 嗯 然后如果他了解你的话 也会像直播间里面的叔叔阿伟 一样喜欢你的 嗯 嗯 怎么啦 嗯 没怎么啦 怎么想起啊 没办法 我就 没有 没事 我就是 之前 就是 之前不是看到他 说嘛 然后 就 没事 这个没事 嗯 对 但是我感觉有的事情吧 我还是要跟你讲一讲 虽然是以前吧 但是 嗯 嗯 以前就啊 这些我都 嗯 不用去讲 这不用去讲 这也不用去讲 因为我不在乎你 这个条件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跟我也 不是很 没什么关系 我觉得这些都跟我 没什么关系 我就只要你 嗯 你跟我在一起 然后开心快乐了 然后就 就行了 嗯 以前怎么样子 就不用再 不用再 不用再去讲这些 就是 嗯 嗯 然后 然后 然后在直播 直播间 真的这个是 嗯 就是 我就是有点紧张 然后现在 嗯 还好 今天还好 嗯 就是 就是 对我还是讲一下 不然的话 我觉得万一以后 你对我有什么误会 嗯 不会啊 你要讲什么 不会啊 就是我跟你讲一下 就是关于说 比如说我 我的出身啊 我的家庭啊 嗯 然后我那个就是 这些 这些不用讲 我不在乎这些 什么出身家庭了 这些我不在乎 就不用讲 这些你不用跟我讲 对啊 对啊 之前我不知道 以为你们都机器人 哎呦 哎呦 嗯 嗯 那他不想听就算了 他不想听 对我不想听这些 就 就你昨天不是还挺想听的吗 怎么 就是 因为我因为我昨晚 就回想一下 我觉得这些 没必要去 去 去去去说过往去怎么样 怎么 就没没必要去说了 嗯 因为我不在乎 就这些东西 外在的东西 我都不在乎 嗯 嗯 我觉得两个人 就是说 现在 相处得一不一块 然后未来是怎么样 发展 我觉得 嗯 就是 这些就够了 以前就 嗯 不用去说 说这些了 嗯 嗯 行吧 嗯 所以 所以不用说 有什么 压力 会觉得我介意你啊 怎么样怎么样 我没有 不介意这些的 不会介意这些的 所以你不用跟我讲 每次压力 不用有什么 什么压力什么的 怕我配不上你 啊 我不觉得 因为我觉得 呃 配不配